2月6号 河北陆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其中 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一名 苍州市人民医院两名 狼房第三人民医院有三名 目前 这六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经过治疗 各项化验指标恢复正常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